Hello 大家好 接下來五月份 我又有一些新的活動給大家 就是 小組廣東話班 small group Cantonese class 在五月份 每個星期會有四個時段 Times Locks 四個時段 會有小組廣東話班 每班是四至六個人 而每班的收費是十元美金 如果你是有興趣參與小組廣東話班 可以電郵給我查詢 wimniemak500 at gmail.com 希望在未來這個小組廣東話班 見到你啦 再見 Hi Hi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4月6日 星期六上午的11點01分 11點01分 One minute past eleven 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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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這個時候呢 就要教廣東話的 有一堂廣東話 但是因為呢 這兩個星期 我的學生 他就放假 他有些東西要做 有些特別的活動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和下個禮拜 都請假 所以我們請假呢 is like to apply a leave 我們會 請假 請假 請假啦 所以呢 我這個小時 就可以 free 和大家 不如錄個podcast啦 這樣 今天說一下 我平日星期六的日程 我上一次那集podcast就說一下 一個平日 ordinary day 平日 嗯 我的工作呀 我的schedule 日程表啦 那平日星期六 我的日程表又是怎樣呢 那我今天就六點二十分 鬧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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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rm clock 六點二十分 620 六點二十分 鬧鐘 然後起床 之後準備一下 七點鐘 早上七點鐘 有一堂要上 要教一堂廣東話 上完七點堂呢 八點鐘 有第二堂的廣東話 那我早上完兩堂廣東話 然後我就 有個 嗯 早餐 的時間啦 那我就煮了早餐啦 那我吃得很飽 剛剛喝完咖啡 那我剛剛呢 都看了一些 日文的片 一些 日本人 人 YouTuber 的 片 看一下 一些日文片 溫習 練習 日文 這樣 到現在十一點了 嗯 一會兒有什麼 今天下午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因為 主要是 外面天氣 不太好 外面呢 陰陰天 陰陰陰天 或者我們說 天陰陰 天氣 就 不太好 有些雨 還 挺冷的 今天 說呢 說呢 有一點點 雪 A bit snow 少少雪 有少少雨 少少雪 所以我就不出街了 留在 家裡 看看 YouTube 或者 睡個 下午 睡個 下午 睡個 下午 沒有課 可以 輕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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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我今天是 有一個 call meeting 是不是叫call meeting 就是要 在電話裡 有一個 phone call meeting 電話的會議 就是 跟 我的 那個 幫我報稅的 一個女士 a lady helped me to file my text of last year 那有個女士 a lady 那她就幫我報稅 file my text 所以呢 我下午 5點鐘 就會有個 15分鐘的 call meeting 一個 15分鐘 phone call meeting 15分鐘的 電話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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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處理一下 這個 報稅的 東西 things related to txt filing 哇 對啦 因為今天已經是 4月6號 美國 4月15號 就是 那個 deadline for test filing 4月15號 就是 截止 報稅 的日子 那個 截止日期 我們說 deadline for something 是報稅的 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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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 就是這樣啦 這個就是會今天的 schedule 明天星期日呢 我平日星期日 做的活動 大家都會知道 我星期日就 到早上回教會 嗯 回完教會 嗯 明天下午就 會 跟朋友吃飯 這樣 嗯 然後下午就回家 休息一下 明天下午就 沒有課的 回到家可以 又是休息一下 那晚上 明天晚上 我八點鐘 會有一課 廣東話要教 那樣 那有些朋友 或者是有些 應該是說 學生 Some of my students 我有些學生 都會問 啊其實你一個禮拜 教多少課 廣東話 或者你有多少個 廣東話學生 啊 How many Cantonese students you have How many lessons you have in a week 有幾多個廣東話學生 一個星期有幾多廣東話課 要教 嗯 嗯 其實就不定的 Not fixed 不定的 大概一個禮拜 教十五 課 左右 有時 真的多些的話 就十八課 一整個月 五十五 到八十一 一整個月 差不多 大概 不差不多 是 大概 大概 是 大概 所以我昨晚呢 就 想我要 开始一些group lessons 一些小组的班 small group lesson 小组的班 因为实在我的energy 我的精力有限 with limited energy 我的精力有限 精力有限 limited 不可以认识太多个学生 如果有些time slots 有些时段 有些时段是给一些小组的 小组也不会太多人 现在试试四个至六个人的小组 课堂都是lessons different way to say lesson 一个小组的班 一个小组的课堂 试试 那我就想五月和六月都会 搞多一些小组的小组 那现在呢 我都开始接受报名的啦 start the registration now so for the small group lessons in May the registration the registration's already started 已经开始的啦 如果你是有兴趣 参加这些小组的广东话班 可以邀发我的 可以送给 E-M-A-L-O 你 room to copy 我计划了有四个小组时间 在五月份的 在五月不是四月下 Not in April But start in May 在五月开始 有不同的slots 不同的时段 每个星期有四个 So four small groups in a week 接下来五月会有16个小组 我在计划中 即是计划 是有16个 16个小组 in May 你有兴趣的话 就email给我 我就把时间 再传出来 或者你可以 查我的YouTube频道 我的community 是出了那个时间的 不如我现在都讲讲啦 其实呢 就会是 嗯 星期日 嗯 星期日 星期日 那我是Yuta 尤他 尤他时间Yuta time 星期日的夜晚6点至7点 6至7 是one hour的 1个小时 4至6个人 4至6个人 星期日 6至7 尤他时间啦 接下来就是星期二 的尤他时间 夜晚7点半到8点半 另一个就是星期三 星期三 星期三 都是夜晚7点半到8点半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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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2点到3点 就是下午的时间啦 就是下午的时间啦 就开始放暑假 所以六月我就在计划中 会有多点的小组 去开放给大家参与报名的 for the application 报名 嗯 那 当然我都会有one on one的课堂啦 也有不同的 就是一对一one on one 一对一呢 就多点会focus 那个学生 他的 他的 兴趣啊 还有 当然啦 一对一就很taylor made 会是 就是很 很贴身 开始 订造 这样 适合他的内容 话题啊 topics啊 这样 也都 当然你一对一 就更多 机会去 去讲多点啦 在 在 课堂那里 嗯 但是小组呢 也都有个好处 也都是帮自己 就是去 试下和其他人去 去 去讲 广东话啦 嗯 都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 这样 嗯 嗯 所以有不同的 你可以 是 上 one on one 和我上 one on one 亦都可以 extra 一个礼拜 有一次 参加这个 group 这个小组的 课 也都ok 只要你的时间 是match 你的时间 是夹到的话呢 我都很鼓励你去参加这个小组啊 也都收费 费用的 fee 是 很划算的 我说很划算的 就有四次的小组 或者如果你时间对 你喜欢 一个礼拜两次 一个月呢 就有八次的小组 又可以 那你说 如果只是参加一次 可以不可以呢 那我就 其实就鼓励你可以 weekly 每个礼拜可以 take一次 就更加好咯 这样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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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试一下 这个 的 做法 嗯 又看一下怎么样 嗯 嗯 那在个小组里面呢 我会做些什么呢 嗯 我有些游戏啦 如果在个group里面 希望有 几个 同学仔的时候呢 就可以玩一些 一些group games 一些小组的游戏 有些game time 有些游戏时间啦 那也都会有 topic sharing 那我会 嗯 分享一些东西 一些词词啊 或者一些词词上面的东西 那大家也都 有机会可以 各人可以有些 嗯 嗯 分享表达 也都有q&a的时间 嗯 问问题时间 我们说 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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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k question 也都可以问一下问题 大家交流一下的时间都 都 我想呢 是 会是很好玩的 但是呢 我就要在5月1号 或之前 报名 so the registration should be done by 1st of May 5月1号前 报名 如果你想参加5月份的 小组呢 那就早点报名 因为我都要看下个人数 I have to see how many people join each group and have some preparation arrangement 那要有些准备 preparation 准备 那有些安排 arrangement on排 所以呢 就 5月1号前 报名 还有 如果你时间可以 都可以早点去 報名 还有 我们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e 这样 即是 先到先得 廣东话 你叫先到先得 这样 因为 每班我只 最多是4个人 或者6个 4至6个人 先到先得 first come first serve 这样 那些payment 是prepaid的 是做registration的时候 登记 注册的时候 报名的时候 就 会 给 个